茭紗 主持人 當樹蔚導在跟我講這個案子的時候 覺得這個案子很龐大 看完劇本之後又很感動 然後就一步一步一步 就是走到現在 因為我們這東西是17世紀 所以你就要看整個16世紀 跟11世紀所有的浮浪資料 這個東西必須你每做一件 你就要看一下它的版型 穿在身上不會覺得太突兀 然後又要覺得 沒錯他們400年前就是這麼穿的 最困難的部分就是考究 19世紀那時候其實相機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我都還有照片去參考 像400年前幾乎什麼都沒有 完全是空白 盡量以我們台灣的原住民的 他們的照片的感覺做 希拉雅的部分呢 其實比較困難的就是它的原物料 都是一些很天然的東西 像樹皮啊 露皮 可能樹葉啊什麼所以 雖然他們穿的原物料是一樣的 但是他們看起來比較有一點不一樣 漢人的東西 漢人原本的天生他們都是海盜 考察漢人就是當時漢人會有的顏色 再從布料上做考究 他們可能去了很多的國家 那把這些國家的一些元素 做一個混搭 加在這些海盜的身上 荷蘭里他們都是清小圖 就是從上節儉 那台灣又比較熱 所以設計的服裝又不能 就是跟荷蘭一模一樣 就是要符合台灣 我們現在的氣候啊 跟各個音助 然後來設計荷蘭的東西 對 很多人可能看電影的時候 你會覺得做髒做舊這件事情 是這麼簡單 事實上做質感這件事情 對我們妝髮師來說非常困難 其實是要在那個年代 呈現出那樣自然的感覺 所以其實所有的妝髮師的美感 一定要很好 像在大陸的話 你就是古裝 大家都會要求 就是要梳得很乾淨 很整齊 然後在這邊的話 導演他就會要求說 就是要自然 想像在400年前 然後沒有梳子這些東西的時候 怎麼把自己的頭髮砸起來 不會去影響到工作 這集戲特別成立的質感組 其實是台灣的戲劇 比較少見的一件事情 三個族群裡面 比較難做的其實是 中國人的衣服 綿布的部分 其實他要廢的功就比較多 他要先打磨或是十九一次 然後要泡藥水 然後要舉步上色 讓他看起來有不同的層次 陸皮的話 多麼會用一點油抹在陸皮上 那但是就是程度上看起來 好像有使用過的痕跡 我們去處理這個頭髮 他都是真的頭髮 然後一根一根勾上去的 所以他的套櫃的人力 就會比較龐大跟時間 所以你不同族群的頭髮 髮質跟髮型它都不一樣 所以它就變成全部都要區分開來 沒辦法共用 有人進組就開始一直勾 一直勾勾到無止境的勾 技術斷層是台灣現在面臨一個很嚴重的狀況 做古裝的妝髮師 畢竟非常非常的少 就是我自己私心的希望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台灣人 我們其實光服裝組 就分了好多組別 那大家分工其實很細 所以我覺得台灣三部曲 其實算是很可貴 就是各種可能都可以 創造出來的感覺 在這個工作領域裡面 我已經工作了將近30年 所以每一次做魏導演的工作的時候 我都有一種覺得 你很想要為台灣做事情的時候 在這18個月裡面 不管多艱難 我們都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能夠盡最大的能力 做最好最好的呈現 身邊有這樣的人很感動很感動 因為如果真的有多一點的人 就是幫助他或者是 跟他一樣有這種能量想 讓我覺得他們的電影會更好 對